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我回来了回来了 今天星期六我特别出现 这个礼拜更新第二次罢了 更新比较少 其实也因为行情不像以前 天天波动 哇 极其落落 非常的精彩 现在一个礼拜更新两到三次 我觉得真的足够了 今天我们讲几个东西 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 ABC 然后讲一下 懒教 还有那个 一些外汇黄金 OK 差不多是我开始了 先讲比特币吧 今天的主题是 比特币漂泊在微弱的B点 漂泊 想到那个 飘向北方 OK 那个漂泊什么意思 总体我觉得行情需要 有大行情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估计 我猜的 乱猜的 现在是9月份 离美元 美联储开始减息 他们一般维持一个利息 应该都是差不多6个月 根据历史数据了 所以以后会不会是6个月 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最后一次升息 好像是6月还是7月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利息啊 涨 不能就停顿到明年1月到2月 所以真的从现在到年底 我猜是不会有大行情 所以现在是会做的比较累 比较辛苦了 但希望明年行情到的时候 刚好这些大大的日线 形态全然不完成 那我们布局抄底现货啊 还是你要合约啊 还是你要 我不知道乱七八糟 把你的家人有没有卖掉 去乱乱买 也可以 但我们就现在要有的 就是一个耐心 OK 所以比特币我觉得 目前还是在一个B点 什么就是B点 B点是我们和谐形态 每次他要大跑之前 他需要完成形态 OK 这个形态可能是在1小时 4小时 8小时 1天 1个月 1年 10年 100年 OK开玩笑 反正就需要点时间 这个形态的结构就是XABCD 这个是我猜是一个鲨鱼形态 然后我真的猜在他真的大跑之前 应该先会再来多一次调整 再来多一次调整 不代表他会直接砸到0 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再来一个调整 回到接近12月份的一个低点 一个886调整 才在这边附近去抄底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但需要时间 OK 所以目前怎么玩 这个是可能几个月后的事 目前怎么玩 目前我觉得总体行情是挺弱的 然后那天我本来想等回撤 28,000再去空 他没有回撤 他只是回到27,500就砸下去了 那些有空的 你们有几个人跟我讲 你们赚钱的 恭喜发财 还有一个人留言 很有趣的 他说老铁你不在的时候 我亏惨了 然后什么 回来没有几天开始灰奔 不懂是不是开玩笑 但我看到这种东西 我是西北开心的 那些整天在喷我的人 我就喜欢把你们怎么讲 继续跟你们怼 因为每次怼你们 我的流量会起来的 懂不懂 OK 所以比特币这一波 这一波真的是 庄家拉盘是来套你们的 然后现在又跌下去了 下一步不要再烂的价格去追空 我觉得可以考虑 等他来一些小调整 又回到这道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 又是27,000左右这个价格 高空高空 我们来一个打地鼠 我已经最喜欢讲的打地鼠 OK 这里关注一下 这是比特币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 跟那个比特币一样 我是要等他回来到这个高点 才才继续的高扎 可是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的话要怎么样呢 哭咯 哭一下 你哭一下行情可能就给你了 真的不懂 可能是我画的不够吝啬 可能这样画才是对的 OK 所以关注一下这条线 暂时在支撑附近的 这个level 追空是蛮笨的也是 价格不好 希望 今天拜几天 拜六 礼拜拜一拜二到下个拜五 有机会他有一个反弹 反弹的话 我们高空在1680左右这里 抓得到的话 我觉得还是继续看跌的 然后这个以太坊 根据日线的心态 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 就下几个月回归1200左右 这里会有一个大蝙蝠 大蝙蝠是蝙蝠不是大蝙 OK 然后把他拔留着 OK 来看下一个 I什么LPT 这个 这个什么LPT 让我想到蓝帕通 不好笑 LPT他们有行情 看一下 OK 这些上来了 看你要不要玩高空 这个我不懂之前有没有讲过 反正就是这条线 关注一下 如果下几天 这个LPT有上来一下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高空机会 在差不多9块左右 OK LPT 如果你不跟着我的分析 你可能做了这个LPT会蓝帕通 那蓝帕通是什么 其实你点赞留言分享 我再告诉你改天 呵呵呵呵呵 自己在找娱乐 你看 没有行情 自己在娱乐自己 娱乐你们 你看 OK I N G 他说有行情 这个看到形态完成 这边应该是走了一个鲨鱼 没有猜错的话 你看形态这种乱七八糟的垃圾 还是有形态 OK X A B C 这边1618 一碰到马上跌了 OK 所以我不懂你们前几天有没有关注这个INJ 有不懂什么鸟来的 在9块6以上你空到的话现在发财了 OK 那错过的话怎么办 错过的话哭了 就等一些反弹 调整到一些曲线阻力继续空它吧 这一波我觉得这个INJ有的调的 这里我把它列入一个XABC 这个失败的应该会下来的 下来的话走一个C到D我觉得不难的 OK 回到两块 哇 哇 真的吗 不懂 反正这个我不熟 我先说我不熟 然后 我觉得高空高空高空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这个INJ就这样玩的 OK 然后下一个 这个Cyber是不是一个B B 哇 是 没有骗我 每次你们打一些英文字 我都不懂你们打什么鬼 有时候是是B 还是不是B 我都不懂 那天那个AR 明明就是你们打错 又不是我打错 好了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鬼 这个感觉就是出货现象 高位 爆增量 那个长长的那个 那个蜡烛 那个 什么尾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出货了 不要乱追 这个 如果调整的话会调整的挺快的 OK 这个要玩完空 我不懂能不能玩空 不能玩的话也不要去玩多 可以继续观看就好 OK 前几天我回来 我有讲到这个AR RUN 高空 我不懂死了没有 对了 我讲的是在什么level 这个level附近 1块9左右这里 我讲是来到一个日线主力这里 1块8个9 你有空的话 现在你开始赚钱了 OK 那些还没有空到的 也不要心灰意冷 也不要难受 因为他 他市场有时候很好的 他给你多一次机会 OK 关注一下RUN 二碳完成这个蝙蝠的话 也有机会 XABCD 886 OK 如果回来 195左右这里 再考虑要不要高空 还有什么 DYDX 这个昨天Benny兄在推特上 什么推特 讲出X上 X XX X上有讲到 有一个高空的机会 昨天 这个X 这个DYDX 可以考虑 这个Benny兄 我不懂昨天 他有没有被这两个真吓跑 但我觉得 DYDX 已经来到蛮强的一个主力了 昨天如果你可以 在2块2毛以上 抓到应该很不错 所以2块1这个价格 没有这么好 希望下几天 比特币 他反而全部反弹 这个也来反弹一下 可以抓到2块2毛以上的 DYDX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会有一波调整 猜的 娱乐效果 娱乐效果 猜错不要怪我 OK来 讲下一个 就是我们男人都有的 蓝鸟 蓝鸟 这个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了 这个是 全部跟随 马斯克 Elon Musk的 他的 他的几个币的一个指数 在币安上是可以玩的 其他的平台我就不知道 OK 所以有玩这个的话 你的蓝鸟会变得越来越大 如果你孩子玩的话 男孩子 你的男朋友的蓝鸟会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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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鸡鱼的 这只鸡鱼 这个蓝鸟 关注一下这条趋势线吧 他 他这边 杂盘 回归 现在又来到这里 我还是猜一下几天 如果有反弹到一些阻力高空 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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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块2以上 高空 高空 OK 还有什么 最后看一下黄金跟那个瑞源 黄金继续拉高 黄金前几天我有讲到 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阻力了 这里有感觉好像上破失败 我觉得黄金从这个level应该要有一些调整 我讲的是4小时的图 所以这边不要注意高了 要玩的话 我觉得玩空是不错的 可以空到哪里 我觉得调整回这个level有可能的 1700多 有这个可能 你这边玩的话 你的止损就是在这个1906以上 这边刚好他上破的时候有一个暴增量 我挺喜欢 要玩的话黄金可以考虑做空 OK 最后看一下瑞源 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很多人说今年给瑞源高死 我不懂谁高谁 反正我觉得瑞源还会继续的上涨 不要急着去做空 OK 这一波至少走到150左右 149.9这里 完成一个螃蟹 到底是直接飞上去 还是需要点时间 我也不知道 但我看到的是他 他这几天 回来测试这里这个支撑位 然后弹了一下反弹了 继续看多瑞源 不要去跟大趋势做拐 好了 今天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大家继续的发财 记得不知道 只要留言分享 不要吝啬 我们过几天再见 拜拜